这丝滑的口感 哇 这味道真的太棒了 这味道真的太棒了 奶茶的味道十足 入口绵密 非常简单 只需要四种食材 取一罐室温软化的马斯卡棚芝士 加入一些淡奶油 淡奶油加到能打出像我这样丝滑的厚度 我们这次要用到风味派港式奶茶 风格 它选用的是高品质的乳粉 不含奶精色素和防腐剂 而且选用了不同的红茶 茶味特别浓郁 我们再用温水冲一杯 风味派港式奶茶 倒入碗里备用 手指饼干盘里铺底 最下面的一层手指饼干 刷奶茶上去 然后铺上一层奶茶芝士糊 中间再铺上一层手指饼干 中间这一层饼干也是刷奶茶 再盖上一层芝士糊 最上面的一层饼干可以稍微湿一点 然后把芝士糊涂抹在上面 并且抹平 放入冰箱冷藏12个小时 最后取出 把奶茶粉撒在提拉米苏的顶部 奶茶提拉米苏搞定 炎热的夏天 还要再搭配一杯 冰镇地道的港式奶茶 口感非常绵密 根本不需要怎么咀嚼 手指饼干软化以后 有蛋糕般的质感 芝士味非常非常香浓 奶茶的风味又十足 每一口下去都充满着幸福感 奶茶味非常非常足 来一口高品质的冰冻法式奶茶 真的太有满足感了 这奶茶真的太棒了 口感非常非常醇厚 真的很好喝 很地道的港式奶茶风味 配料要很干净 也只有一个苹果的热量 下午喝上一杯这样的奶茶 真的幸福感拉满 FUNNY ARE YOU SAYING WHAT THE YEAR